這樣要109塊 沒錯吧? 109吧 對 109塊就是110 一塊有找一塊給你就對了 我今天在那個全家看到一款新的便當 然後 因為我覺得價錢也蠻貴的 所以就很想來挑戰 吃看看到底還值得這個價錢 那這個是叫做商務大唐陽雞 然後他一份要109塊 感覺在便利商店吃這麼貴的價錢 有點 不是很花的下去 可是因為沒有吃過嘛 就覺得很好奇 不曉得它到底好不好吃 就我們就來吃看看 那今天他們有做個活動就是 搭配忍壓鮮脆茶 是有看得到茶葉的喔 有沒有 看到茶葉的 搭配這樣的話 好像只要是139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139 反正讓你省5塊錢 這個是全家他們自己出的 所以就是沒買荷安安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這個有什麼料 這個就是它裡面的樣子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個是飯嗎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好像也是燙陽雞耶 燙陽雞 然後搭配了一個玉 好像是馬鈴薯球 然後青菜 然後韓式泡菜 還有牛蚌絲 對牛蚌 就這樣 這樣要109塊 沒錯吧 109吧 對 109塊就是110 一塊有找一塊給你就對了 如果是 但真的是平常的我 這個價錢應該是吃不下去了 不過 就很好奇嘛 我們來吃看它到底有沒有值得 這109塊的價值 我覺得便當好吃啊 在它的就是好不好吃 它的飯很重要 飯好吃其實都 其他都全部都蠻好吃的 它的飯還算蠻Q的耶 比我想像通常好 其實最近也在吃 一直在吃全家的便當類的東西 上次吃那個炒飯我也覺得蠻好吃的 好 幫你吃這個 醣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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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 肉是還蠻大塊的啊 吃起來是還蠻大塊的 不然平常 他們的便當的那些肉都 小小小小小一包的 小小小小小一包的 讓他們的馬鈴薯球 還有沒有水準 錯了 這不是馬鈴薯球 這個是那個 地關淤泥球 很好吃耶 來看看它的泡菜 泡菜呢一定是要夾點飯嘛 那才味道 光吃泡菜是沒什麼感覺的 有辣 泡菜好辣 好辣 吃一下牛排 我覺得牛排 要做冷排的比較好吃耶 感覺這樣吃起來 少個味道 不夠脆 我喜歡吃牛牛 喔 那個 剛才烤菜在辣 還好白飯可以解辣 那這個就是它的花椰菜 花椰菜就一般般 非常的一般般 初見大概每樣都吃完了 這樣到底有沒有值得109塊呢 嗯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那麼超值啊 因為 嗯 它雖然好吃 可是我覺得花109塊在便利商店的話 買這樣一個套餐 這真的蠻難貴的 我還領導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花一點 就是多 會花一點點去吃正常的便當 除非啦除非 是真的半夜的時候 你又找不到怎麼能可以吃 那當然是非他莫屬啦 我這個時間也是半夜 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 因為看到這個新的東西 所以才吃看看 花這109塊錢 但是應該不會有下一次的 好 今天的呢 全家便利商店便當的事實 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們也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你們之後你們還想繼續觀看 其他我做相關性的這一類的便利商店的食物 的影片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後續就可以持續觀看 到我的最新最新的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 好